現在歡迎高委員簽名這個簡單的致死,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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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告訴我們和社長 非常高興的機會 並和社長邀請來參加我們中華自然療法世界總會的會議 我是西醫,我是外科醫師 我行醫五十年,差不多五十年 可能在座的跟我一樣,有行醫五十年也不是很多 我好像跟小孩子講 我走過的橋比你走過的路多 我做的事情比你做的事情多,是這樣的 經驗一久,一會體會到 我們從這個基本的醫學理論來講 我們的細胞裡面 有一個週期 四個週期 裡面有一個半週期是修復期 細胞不管你怎麼樣破壞 它一定有自己修復的能力 第二個就是說,我感覺到 人就跟一個國家一樣 它有自己的本身的 這個 裹防力量 在人體裡面有本身的自然的免疫力量 所以我們人 不管是生病或是受傷 它本身就有這兩種機制 來讓我們修復 讓我們恢復出來 讓我們的情 但是因為以往的話 在這個 七一的科學方面 因為很多人自利於 藥物 手術 或是放射療法 或是化學療法 就變成一種人為的改變 把原來我們人體裡面的細胞的修復期 跟人體本身的這個免疫能力 就因為太多的外來的干預 包括這藥物 化學藥物 特別是化學藥物 或是人為的手術方法 或是放射療法 或是化學抗癌藥法 來變成改變或是壓抑 這些我們人本身的自然的一個防疫能力 所以我又久了又曉得說 確實是我們忽略了這個 本身我們自己的修復能力 跟這個抵抗的免疫能力 所以不管是對於虛進病毒 或者是癌症 我們都忽略了 反而用很多的藥物 或者是手術 或者是化療或是放療 來給它壓抑或是真的改變這樣 所以我做了在五十一年的臨床醫師 才更發現到說 我們應該要 陳竹剛才幾月前輩講 要在公共衛生方面 就是要 能夠讓我們人的這個修復能力保持好 讓我們自己的免疫能力保持好 就是靠我們的平常的日常生活 的規律生活 以及我們身心的一個正常的 身心的狀態 那這些當然就是我們的營養飲食 還有我們平常的規律活動 規律生活有關係 我想今天各位這麼努力 推動的自然療法 我們不必偏重說 你有糖尿病都不要吃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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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用這樣的一個理想來講 你年輕的時候 你有高血壓 你靠運動控制也只可以 但是上來年紀以後 你的血管去硬化的時候 你還是有需要一些藥物 如果剛才你講說高血壓 我可以怎麼清潮水 清潮水其實也是一種藥物 一定不如說 要合成的藥物才算藥物 所以我們這個觀念就是要確定 我們不要靠任何的不自然的方法 包括腰物 任何化學腰物 或是手術什麼 隨便就病急亂投醫 我們平常都注意這些養生的方法 那這個就是我們應該自然療法 各位先輩同的人應該強調 我們不要避免說 跟這個西醫有這個抵制的作用 我們不要講說 不要吃藥 不要手術 不同的情形之下 需要 比如你早期癌症的時候 你想是輕微的很小的藥物或手術的話 可以把這個癌症拿掉 但是不會影響你的修補能力 也不會影響你的免疫能力 但是到了比較後期的時候 你勉強已經這個 在用這個手術或是化療 已經把你的免疫力或修補能力 都給它壓抑到沒有的話 那你怎麼做 病人也不會好 反而會加速他的死亡 或加速到癌症的擴散 所以這個觀念 我今天特別幫這個社群 和社長要求 我就是讓大家了解 你在推動自然癌症的時候 我們要強調這個 自然的修補能力 跟自然免疫力 我們不要輕易讓這個 藥物化學藥物或是手飾 或是化療 來隨便的干液這些 但是一般平常 住動的生活習慣 身心的健康 這個我想是 這一點我們還是很重要 自然的食物品食 怎麼樣注意 這樣才是 我們不要用一味的說 你絕對不要吃藥物 絕對不要手術 這個有時候會要交往過癥 這容易會讓人抵抗回來 所以我就預想說 今天非常快有這個機會 各位前輩交換意見 祝大家在這一個待個晚年 謝謝各位 這個五十幾年的 在台大的外科醫師 我覺得我們在座的人 要記得 三人行 必有我師 互相學習 自己 人家的長處 把自己的缺點 把它去掉 謝謝高大課